四月 周末 清晨 清华校园里 我们见到了彭凯平 清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一位近年来知名度和话题度都直线上升的心理学家 口音独特的普通话 标志性的儒雅笑容 他接受过不少媒体采访 谈情感 谈教育 谈职场 有人说他在灌输无用的心灵鸡汤 也有人共鸣于他对现实的恳切建议 我们中国人民真的应该享受我们自己美好的生活 我们老觉得这么做事不是尽其 不负责任 放纵 我们老觉得要永远吃苦吃苦吃苦 我个人觉得人不是吃苦的生物 在朋友圈里 他喜欢分享和学生在一起的各种活动流影 曾经评价自己很适合做心理咨询师 因为健谈 乐观 有亲和力 您的学生找您聊 比如说自己心理的 除了学术之外的心理的状态 我特别鼓励他们聊 我觉得大家愿意说吗 他们也愿意说 所以我跟他们聊 谈恋爱 结婚 生孩子 就是我鼓励他们 人生的困惑 因为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被社会标签来定义我们的关系 你是教授 我是研究生 我们就得一起讨学问 其实我有的时候不愿意跟他们聊学问 我说孔子 老子 亚里士多德都是和学生一起喝啤酒 一起聊天 一起谈心 在他的办公室里交错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奖状和勋章 他却似乎不经意间提及了一次学生给予的荣誉 我挺看重 为什么是民主投票 是学生投票 对吧 我都不知道 而对人际交往的边界 他仍有清醒的认知 我不太鼓励大家都用社交媒体 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 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 我们没有必要讨所有人的喜欢 追溯他公开的个人履历 北大心理学专业出身 国内最早一批富美深造的心理学研究学者 看似一帆顺遂 无波无辙 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质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当年受过多少的苦 我最艰难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哭了出来 为什么走在街上 身上没钱了 然后去最低级的工作就是餐厅刷盘子 人家都不要我 所以最近我看狂飙 我就特别喜欢张顺文 什么东西都做过 最艰难困苦的时候都干过 经历过多重至暗时刻 他却将积极心理学带回中国 相信主观能动和后天努力 提倡坐视沉静与感受浮流 善待陌生人 上班路上对陌生人微笑 公共汽车上和身边的人聊天 在这个喝咖啡的时候 随便坐在一个不认识的人旁边聊几句 从青少年肆无状态凸显 到大学生焦虑抑郁指数走高 他关注疫情 经济 技术对年轻人的影响 也更加笃定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人是折腾出来的 人是动出来的 我们的白领 为什么非得在自己的行业单位里头转来卷去 这是我的专业 我的工作 我做不了别的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网上说的 我们放不下的同一级的长山 在前路难料的时代 内耗 空虚 自我价值模糊 如何消解涌动的社会情绪 在他看来 关键方法始终只有一个 不要抱怨 也不要埋怨 因为社会本来就是这样 这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样以每个人幸福 这个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 时间公允 一人一天24小时 有人关注商业帝国 有人碰到思想盛宴 有人冲破科学宇宙 我们一直在寻找与他们的相会 通过思绪的交汇 拨开信息遗物 重回决策瞬间 直抵复视之源 财新时间 只给你最有价值的思想 其实这几年 我觉得不管是网上还是生活中朋友也讨论比较多 很多人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压力 压抑 好像疫情逐渐的改善 或者说将近接近尾声 大家好像又不太谈论这件事情了 对 这其实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保护 就我们人类有一种特殊的心理防御机制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和表现 来胆战的忘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痛苦 忧伤 这种心理防御机制最快的 最有效的 但是效果其实未必最好的就是遗忘 就是不想了 遗忘不了就否定 没发生过 第三个就是压制 每当这个念头出来之后 我们就拼命地压制它 这个是三个比较最快的防御机制 是人类本能的反应 但是个体差异很大 有些人适应性特别强 有些人永远就忘不了 所以有些人比如说在疫情过后 好像大家不提了 或者您说的遗忘 其实有没有可能某种程度上 反而是让我们大意了 忽视了一些可能留意留下来的问题 对啊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说的 无知不等于祝福 历史的事实 有些人是不应该去忘的 我经常讲就是 大多数人不需要反思 少数人需要反思 学者 媒体人士 历史学家 包括我们心理学家 我们需要对这一段历史 有一个理性的 科学的 智慧的梳理 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进步呢 但人类的文明都是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 不断进步 不断提升 所以说有些人是不能忘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忘掉了 我觉得也好 是一种心理健康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面临这些创伤的时候 可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是一个最好的治愈 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您觉得 对 我觉得回归正常的生活 它是一个结果 它不应该是一个手段 就是为了回归而回归 效果可能是相反的 当我们产生积极的体验 当我们了解清楚自己 受苦受难的原因和后果 当我们找到一些 战胜自己的痛苦的一些方法 当我们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最后我们一定能够回归自然的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类的心理的 一个变化机制 人其实它是特别善于适应环境 所以我们经常讲 回归其实不是回到原点 回归是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这个平衡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积极的体验 多于消极体验 甚至我都算出来 大概是五比一 就是一天大概有五件 让你特别开心的事情 配一件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就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 其实是不怕灾难的 我们怕的是安乐 就是我们对富裕的生活 都不知道如何适应 就自己要折腾自己 就是一富裕以后 就特别为折腾自己 居安思危 中国人一直都是这样 居安思危 这个是我们提倡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安的时候 老在这个折腾自己 就是不让自己快乐享乐 就像我们同学做完作业 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 还有别的作业没有 要不要复习要不要预习 对啊 就是不愿意去享受 美好的生活的积极体验 这是我为什么提倡 积极心理学 我们中国人民真的应该享受 我们自己美好的生活 我们老觉得这么做事 不是尽其 不负责任 这个放纵 我们老觉得要永远吃苦 吃苦 我个人觉得 人不是吃苦的生物 我觉得可能我上网观察到一些现象 因为周围身边的一些情况 这几年感觉大家好像快乐的人越来越少了 感觉 我看了一个研究报告 去年就是讲这个中国学生群体和青年群体 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个指数 在校的学生 尤其这个大学生群体 他的这个焦虑抑郁指数 甚至是超过了在社会上工作的这些青年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年轻人他的未来不确定性最大 其实他的这个指数高是很正常的 中年人已经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样子了 老年人已经过完了自己生活了 所以现在发现他们的指数 第一是因为他已经接纳了 适应了 完全能够理解了 那年轻人呢 既不知道 也排斥 也紧张 所以他的希望和恐惧同在 他的这种兴奋和这个逃避同在 所以说年轻人产生这种比较高的指数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现象 叫做愤怒的年轻人 而且是愤怒的年轻男人 为什么呢 女性的这个确定感比男人是要高一些的 为什么高一些 因为他知道他会有家庭 他会有孩子 男孩很难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 女性的交流有很多是职业造成的 家庭关系造成的 结婚之后造成的 所以中年妇女比这个青年妇女不开心 但是青年男性呢 比这个中年男性呢 不开心 就是说你看 他有一个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 黄老师您知道您刚才讲的这段话 就是在现在的网络上 您就已经是政治不正确的了 因为现在网络上大家会觉得 就是女性不一定要结婚的 女性所以就是 她觉得自己可能会嫁人 会生孩子 不成为她的一个确定性的来源 对有可能 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 她有一种自信 她这自信什么意思 她可以做 所以我经常讲就是 女性的这个自信是 她要结婚 她要生孩子 她的准确性 可能性要高 她可以不做 就她完全可以不做 这也是她的自信 所以我经常讲就是说 女性这个自由度比男性要高 男性的自由度比女性 消费要低一些 所以说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就男性的这个焦虑症 比例其实挺高的 但是社交时代 发生了一个意外 就现在年轻女性的 抑郁症的比例 应该超过了男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 因为这个社交媒体 使得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受到很多的网络攻击和欺凌 这样的打击比男人要多 特别是这个1996年之后 出生的小女孩 她们的这个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 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 所以说带来的这个网络欺凌 也越多一些 像韩国很多优秀女性自杀的比例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 所以一切都不是固定的 我只是说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调查研究 有那么一些证据在那地方 但是你说的对 是不是正确 那就是我们的价值判断了 对 像您刚刚讲的确实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大家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热片 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评论 那当然也是大家要自由 但是这种情况好像有什么办法吗 因为大家显然是会越来越多的 在互联网上去表达自己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我不太鼓励大家都用社交媒体 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 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 在生活中间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熟悉的人 那些对你来讲重要的人 我觉得让这三类人满意你 其实就很好了 我们没有必要讨所有人的喜欢 但人呢就是特别是善良的人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本能 就希望大家都喜欢自己 而这个现实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其实还不太适应 这种大规模的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 我们中国人其实四十多年前都是农民 都是在一个农村 农村都是家庭生活 而且我们中国文化呢 都是这个关于家庭伦理特别多 所以我们其实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 我们要不就是两极分化 就是卓燕田侍郎今朝上庙堂 中举了以后 一下从一个农业的家庭社会 跳到这个朝廷管理国家大事 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治国理念 其实都是管理家庭的理念 所以那些大臣才叫臣子 就把自己当孩子 那么皇帝当父亲 这个其实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就是两个陌生人 那么走到了一起 那一定要有一些社会规范 来界定陌生人和陌生人的关系 包括我们的大学生 我们在学校 你知道大学 中国大学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学生当孩子 而且我们以此为傲 我们清华就这样啊 我们都是园子里头的人 这个师生就像父子一样 母子一样 孩子们呢 也觉得自己就是要做到老师的 保护啊 照顾啊 爱护啊 支持啊 一不高兴就发飙发脾气 和在家里一样 职场也是一样 职场很多年轻人 就觉得老板应该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爱护我 同事呢 应该像兄弟姐妹的一样照顾我 这个单位就是家 家就是单位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幼稚的事情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大家认可的统一的陌生人之间的边界的标准 这个标准呢 其实有一些工业化城市化比较早的国家它就有了 比如说呢 这里头 比如说有契约原则 对吧 有民主原则 对 这些原则都是界定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些特别重要的方法 甚至就是市场原则 对吧 我们就是市场关系 我给你钱 我干多少事 对吧 天经地义 我给了钱 你打白条 违背道德 对吧 这个就是老板没有责任像父母一样照顾你 但老板有责任像老板一样给你钱 这些都是社会规则 社会规则还有什么 扔着来 做事情 你得了好处 再换另外一个人 对吧 再换一个人 这都是陌生人之间 就像我们上厕所排队一样 做很多事情 它都有一些社会规则 这些社会规则 我们研究都不够 教育都不够 先决都不够 所以老板 他要你干活 给你钱 这是道德的 你不给老板干业余的活 也是道德的 现在我们是把做孩子的道德 用在单位上 领导叫你买个咖啡 你也去买 为什么 爸爸妈妈让你做事 理所当然 这个是不当然的 不应该的 那么你也不要对老板有期待 像爸爸妈妈一样 和言善莫 容认你的错误 让你任性任意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它是市场 它是一个职场 所以说 这些道理 要慢慢地给我们孩子们讲 要不然的话 我们电视上看到的就是 良从极端道德 家庭 国家 社会道德 没有 社会原则没有 社会的规则没有 所以中国其实功臣不落后 中国落后的是社会科学知识 基本上没有 脱不下孔一己的长山 难出头的小镇座提家 工作上摸鱼躺平 时刻想精神离职 真是人际交往中的社孔 却爱上敲电子木鱼 拜赛博佛祖 在玩梗和自黑上 这届年轻人 功力十分深厚 高等教育体系中 知识与技能的错位 就业市场中 与考工大军力的 疯狂内卷 职场996 零七与复杂难解的人际关系 现实无解 因而他们选择 以自嘲为保护色 当专家建议 年轻人该如何 成为流量话题 他们心里想表达的声音 又能否真正地 被传递和理解 大家现在不是都 不喜欢这个专家提意见吗 有的青年人就会问说 你们这个群体 当然可以去谈 去暂时性地 比如说我享受生活 品味生活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会觉得我在这卷死卷活 这越来越卷 我怎么享受呢 对啊 这就是我经常讲 就是内卷有外在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内在的原因 其实一个社会学家 格兰维特 他就早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特别强调 在一个圈子里头 有这种攀比啊 竞争啊 好的地方就是 大家在一起 互相团结 互相照顾 坏的地方就互相内卷 其实超越内卷的方法 跳出这个结构洞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的白领 为什么非得在自己的行业单位里头 转来卷去 这是我的专业 我的工作 我做不了别的 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你去运动 你去服务 你去做义工 你把自己的生活圈子扩大 为什么不行呢 我上班至于 我去做做义工 我去帮助小孩 我去帮助穷人 我去养老院 我去做一些特别简单的事情 人其实需要超越自己的习惯的圈子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网上说的 我们放过下的孔一级的长山 就是我们没有知道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身份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 所以我们积极心理学从来就是讲 人是折腾出来的 人是动出来的 人不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头竞争出来的 所以说克服内卷的方法 其实就是超越自己的结构洞 甚至我把它叫做树洞 你这个洞里头藏得越深 待得越久 你越见不到光明 越见不到出路 一定要出来 这个出来 有一个方法 善待陌生人 为什么呀 因为马克格兰维特就发现 所有的人找到新的商机 生活的创意 命运的改变 都不来自于自己的熟人 亲人 上下机 同事 为什么呢 他们知道的 你也知道 他们想要的 你也想要 那怎么办呢 其他动力的人 他们也出来 我们一起来形成兴趣小组 我们一起来探索生活的 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我经常讲就是 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应该有多重的生活方式 多重的生活的面貌 不要把自己定义为 就是媒体人 就是心理人 就是程序员 其实我们不能够 由社会标识来定义我们 一定要做别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同学 上班路上 对陌生人微笑 公共汽车上 和身边的人聊天 在这个喝咖啡的时候 随便坐在一个 不认识的人旁边 聊几句 就是别是一本正经的 装模作样的 装强作势的 守在这 而且对我们教授 都发表莫名其妙的攻击 我觉得他们找我们聊聊 说不定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跨年龄 跨性别 跨区域 跨国际 其实都是我们 找到自己的 未来发展契机的 特别重要的方法 但像您刚刚讲的 这个 比如说孔宜己的长山 大家也在网上讨论的 挺热烈的 但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它是一个 单纯的个人选择吗 它不是的 对 我觉得它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学历本身 它就不是一个社会 它不是个人选择 学历是社会塑造的一种机制 这个机制有三重作用 第一重作用就是 让你具备一定的技能 特别是专业化的教育 它完全就是为未来的工作 做准备的 那么第二重的目的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提高社会的素质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大学才能够维持下来 没有学生 没有办大学的必要 我们老以为是这个 大学成就了学生 其实学生成就了大学 没有学生 大学办的没有意义的 老是活着也没价值的 是我们的家长们 孩子们 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 塑造了北大清华 这样的民派大学 没有社会的支持 这个大学是一潜不值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 其实就是严返就业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工作 如果大家一出来 就去工作的话 我们创造出来的工作 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 这种大学的学习 学制的不断延伸 让我们年轻人 很晚的进到实事场上去 这个就是残酷的社会设计 这个设计 没有人告诉你的 如果能够尽早的就业 如果能够满足自己的 衣食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和家庭需求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 达者千吉吉下 穷者自善其身 所以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了 去幻想解放全人类 这个不现实 也不应该 这个可能是 咱们国家的教育的一个问题 过多的灌输 这个学历高 就一定有高薪 高职 高地位 没有 学历其实就是 为我们就业做准备 为我们延返我们就业做准备 让我们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才做准备 这个只要能做到 没有那个学历也一样 附老师 站在您的立场 您觉得现在的这代学生卷吗 非常卷 不光我们这代学生 我们这代年轻老师 也转得厉害 因为我们当年也转过 也钻过 也藏过 也躲过 那么我们后来发现 真的就是要勇敢地走出来 包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已经是北京大学的讲师 已经是准备回国待一年 就来做复习主任 我都知道我未来的前途 非常的美好 但是我到了美国发现 我学的心理学 我讲的心理学都不对的 都不系统的 都不科学的 所以我决定重新开始做学生 那么我放弃这些 肯定确定的生活 去追求一个完全不确定的生活 我身上就只有50美金 买了飞机票以后 就剩下50美金 都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的 而且没有钱 没有工作 我就四处找工作 然后四处帮人家干活 来维持这些生计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当年受过多少的苦 我最艰难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哭了出来 为什么走在街上 身上没钱了 然后去最低级的工作 就是餐厅刷盘子 人家都不要我 为什么 一个中国男人 一米八的个头 他们吓都吓死了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他要招一些长得瘦小的 好欺负的中国男人女孩 所以说为什么说女性在美国容易活下来 就是因为他选择多 他能够 你没有危险 你一个中国男人 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长得高大的 一走进去 那个美国人都有点害怕 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功夫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我就很难的 幸亏那时候就是 我的统计还不错 对吧 数学比较好 所以有一个统计员的工作 那美国人都不会算 我进去啪啪啪给他算出来了 他一看 你好 你帮我做这个统计员吧 你看就是从 这个最简单的统计员 敲键盘开始 然后再去做图书的协力员 然后再做研究助理 然后再做讲师 然后一步一步的 自己生活就过了起来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有的时候就得折磨自己 好在我们是年轻啊 我们扛得住啊 所以最近我看狂飙 我就特别喜欢张顺文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经历跟我差不多的 什么工作都做过 什么工作都做过 最艰难困苦的时候都干过 而且呢 还保持着自己的一个体面 那个张顺文 都是在颤摊子 快收摊的时候 去买那个最便宜的菜 我有同感 因为我也是一样 我曾经在美国 很惨啊 就是你想想 那个年代出国 比现在难多了 难多了 没有国家资助 现在咱们有留学基金委 可以给钱 你可以向这个领事馆借钱 那时候领事馆 没找我们要钱 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说是很艰难的 很痛苦的 所以我也有自然的时刻 这个自然时刻 真的就是义无分文 前途渺亡 学校还没录取 我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录取 所以说在紧张的时候 但是我还是特别幸运 就是第一呢 我的太太过去了 帮了我的忙 正好在我走途无路的时候 她去了 带了点现金过去 让我喘了一口气 另外呢 就是她找工作比我容易 为什么女孩子嘛 对吧 就是当一个看小孩的 也能找得着 我的大男人找不着 所以说她先找到了工作 我呢找到了 后来找到工作 我们一起读书 一起进步 所以人一定要体验 这样的自然时刻 而这个自然时刻 说不定就成为 你将来的一种 精神力量的支柱 所以不要抱怨 也不要埋怨 因为社会本来就是这样 这个社会 不可能永远让你 每个人幸福 这个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 您的学生找您聊 比如说自己心理的 除了学术之外的 这个心理的状态 我特别鼓励他们聊 我觉得大家愿意说吗 他们也愿意说 所以我跟他们聊 谈恋爱 结婚 生孩子 就是我鼓励他们 人生的困惑 因为我觉得 我们千万不要被社会标签 来定义我们的关系 你是教授 我是研究生 我们就得一起讨学问 其实我有的时候 不愿意跟他们聊学问 我说孔子 老子 亚里士多德 都是和学生一起喝啤酒 一起聊天 一起谈心 你看论语没有一个 是在课堂上 都是在两人之间的闲聊 这才是真正的师徒全程 就是说解惑这些事情 将来Chad GPT 人工智能会回答得特别好 授业 人工智能也会做得特别好 但是这个传道的 有一部分 是通过严权生教 师生复动 心灵感应才能得到的 Chad GPT还会颠覆哪些职业 伴随机器学习 令人惊异的进化速度 这个问题的讨论热度 也在逐渐攀升 高分通过职业资格考试 为专业期刊撰写论文 在智力上表现超群的AI 离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 是否也不再遥远 现实交流中 筑起防御的高墙 而沉浸于机器 所给予的情绪价值 人 至于心理学的意义 又是否会产生变化 这次我们和彭凯平聊了聊 发现他的态度 既乐观也有几分肃然 黄老师您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试这个Chad GPT的 我其实就是去年11月份 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试了一下 因为好奇 但是我也看出了 他那个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的特点 就是说我试了一下 就是彭凯平是谁 就他跳出来说 彭凯平是著名经济学家 人民大学副校长 我就觉得 这有点胡说八道了 他很认真 我说你胡说 他不是 他是个心理学家 然后他就回来 对不起 我说错了 彭凯平是个心理学家 我以为我就教会他了 结果第二天 我再问彭凯平是 他又回到原来的问题 那说明什么 就是说 因为他是根据在 大概率的基础之上 我这个根正 只是个小概率 而且只有我跟他说了 别人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他还是按照 原来的大概率 不知道从哪学来的 来进行计算 来进行这个文字的结龙 但其实你像 拆这位记忆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两种声音 一种就是很震撼 就觉得完了 有一些工作要被取代了 尤其是人文社科这种 靠背诵 重复作为基础的学科 另外的一种语言 人们就认为说 不足为患 就是他可能只是代替了一种 你写得特别平庸的 这一部分人 但是我其实挺害怕的 是因为我觉得 重点不是现在是怎样的 重点是机器太快了 对对对 所以您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比如说作为一个心理学系的教授 对对对 其实我不担忧 他现在对我们工作的伤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那个训练 所好的电能 是一个小城市的电能 一天的 就他太耗电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等于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机器 能够取代他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能源 来支持他 能量来支持他 如果全世界人民 都在搞ChatGBT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温室效应 地球的变暖 就肯定发生了 因为他耗电量太大 那么我们现在的程序员 我们现在的工作者 太省电了 我们自己就靠自己在发电 对不对 我们就能够活得很好 我们是最环保的 所以不用担心 起码在这段时间里头不担心 但是你刚说的 它的未来的趋势 对啊 这就是一个理性的人 和一个现实人的区别 理性人总是担心未来 焦虑 焦虑未来 对 现实的人不焦虑 为什么 不可能取代我们现在的工作 因为成本太高 没有谁愿意这么做 但是呢 但是这个未来有可能 它变成特别省能源 它特别的接地气 它特别的灵巧 现在它没有 它不灵巧 它是死板 它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还是程式化的 程式化 对吧 就是一个心理疾病 它给你好多解释 但是你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间 也许就是朋友的一句话 一个点拨 甚至就是和你在一起 盯着你看一分钟 你突然就明白了 而这样的一种沟通呢 它做不到的 所以说 不用担心 但是前途还是很 让我们惊险 所以您不担心 ChatGPT会取代心理学家 心理学咨询顾问 这样的工作吗 取代不了 就是 现在发现就是 需要这种心灵沟通的 需要人的灵性 物性 感性的一些事情 它是做不到的 它现在取代最多的 还是程序员 就是那些生产 亲爱的GPT的人 是最早的一批 被消灭的人 因为是他们编的程序 而他的程序 你教会了 机器就会了 他就不要你来做了 第二次呢 就是这个文字的 和这个图像的编辑人员 报刊的编辑啊 还有这个文案的设计者啊 秘书啊 这些都很容易取代的 第三个 他发现能够容易被取代的 可能就是教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 权授知识不重要了 解惑不重要了 这个计算机 都可能做得比我们要好一些 还有那个分析员 那个就是市场分析员 炒股的人 金融分析家 这些我们金管学院 特别喜欢的那些技能会计 金融 这些都会变得一钱不值 就是因为他机器算得很快 那一个法律 就是人类这个开上起来的 几个专业学院 法学院 商学院 新闻学院 可能都会有风险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 就是现在发现 他缺什么 他缺那个提问题的人 英文叫做punk engineer 就是提示人 因为你要问 Chad GPT 特别好的是那个问题问得好 他才回答得好 问题问不好 他回答得很糟糕 所以说你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在于你问出一个好的问题 而这个恰恰就是爱因斯坦的智慧 爱因斯坦就说在科学上 重要的不是你的知识 重要的是问好的问题 你看 最后又回到人的竞争优势 聪明人的竞争优势 他会问好的问题 好的记者和一般的记者不一样的地方 他会问好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讲就是优秀的记者 不会被期待 因为他会问尖锐的问题 好的问题 简单的那种问题 那这个Chad GPT一定问得很好 还有呢这个心理学家 因为心理学家有的时候做咨询的时候 是用一句话 一个问题点心理 而这些机器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观察到现在 包括网上也有一些文章讨论 很多年轻人其实反而喜欢 跟Chad GPT聊天 因为没有人看着他 没有人关注他 您觉得他这是什么一个心理 我觉得有两个很多样的心理 一个就是自主选择 就是人呢 被咨询的时候 有一个不太好的体验 是被帮助 被支持 被关心 人不喜欢这种被动姿态 就像一个人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 接受别人的捐赠呢 就是让一下子觉得自己 很弱小很脆弱 那么在这个Chad GPT的环境下呢 你是主人 我可以选择相信 我也可以选择不信 我可以挑你说的哪些话 我愿意信 哪些话我不信 就是你有一个自我选择的 一个自主性 我觉得人其实需要自由意志的 所以说 Chad GPT 我们还是主人 对吧 我问什么 是我想问的 我想相信什么 是我想相信的 但是在这个心理咨询的环境里头 老是有个感觉 这个医生想操纵我 灌输我 改变我 对吧 大家就不太喜欢这种被动心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发现人跟机器之间 大家的恐惧始终是围绕人的 就一方面是我担心机器永远达不到我们期待的那个类人的水平 另一方面是我又担心机器超越人 对 就是这种恐惧 对 有一个现象叫做恐怖骨 就像一个玩具 它一般来讲 听我们的话 越听我们的话 我们越喜欢 但它突然变得特别懂我的时候 你害怕了 就是真的假的 对吧 它知道我的所有一切 所以人其实不愿意机器太像人 所以我发现就是说 机器我们喜欢的是它的能力 它能干很多事情 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对它的情感诉求 其实是有一个度的 这个度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呢 过度就会产生恐怖骨 就是你说的恐怖现象 而且是一个极速的厌倦 甚至会产生仇恨 把它砸了 把它打了 把它垫拔了 对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人类心理 那伴随着这个学习能力这么迅速 你觉得会不会产生新的心理问题 像您刚刚讲的这种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临界点 对对对 很可能出现 所以说我也在讲 就是说 现在这个机器很接近我们人类 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 甚至战胜人类 我们暂时还能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它战胜的是我们人类 自己就觉得不太行的 下围棋 下国际相机 记忆 是我们不行也不喜欢的事情 因为谁都不喜欢记那么多东西 为什么背书不愿意 对吧 他能帮我们做 当然很好 我们不喜欢钻到地沟里头去扫地 那么机器帮我们做我们很开心 但是机器是不是产生对人的理解 我们就有点担忧了 会有那天吗 现在应该没有 但是已经出现萌芽了 就是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试验 就发现机器已经具备了两岁孩子的心智 我觉得它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一定会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现在担心的是三点 一点的就是这个价值的转移 就是如果真的是 亲爱的GPT能够如此高效的低成本的 那掌握这个技术的人 是不是就会产生巨大的财富积累 因为他会用 而那些不会用的人 他不能用 新的鸿沟诞生了 对 这个财富的鸿沟在一个社会出现 因为现在的所有的技术开发 知识产权 都是由美国公司控制 那产生的这个财富迁移 那很可怕呀 那就会富的越富 这个马太效应会出现 穷的越穷 第二个的鸿沟呢 就是价值观 因为它是西方预料库 它对事情的认识 肯定有它的一些价值 那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价值 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 能不能体现出来 我觉得也会有很大的麻烦 听起来一种新的 AI时代的新的东方主义 对 会出现霸权主义 极权主义 文化中心主义 刻板印象 因为这个都会产生 还有它的一些应用的鸿沟 就是说不同的场景 应用不一样 我们国家对场景使用特别敏感 比如说教育 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允许进去 那么部队不允许进去 那使得这些单位 它就越来越依赖传统的方法 而如果传统的方法成本越来越高 效率越来越差 那实际上我们自以为是的优势 就会荡然无成 那么那些新的那些地方 可能就会产生巨大的一些迁移效应 所以我也担心这些应用领域的一些问题 包括教育 这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 以后的工作都被人工智能取代 那他学什么呀 那什么是他该学的知识 所以这是一个 还有我们的医疗 现在很多的生物革命 靠的是人力 那么大家都知道 生物实验室 养了大量的生物劳工 刷罐子刷瓶子 做研究 在那勤勤恳恳的 吭吱吭吱的做 现在这个AI 它一天之内 就可以把我们很多博士 一年要做的博士们们都完成了 那我们这些生物技术的突破 是不是我们会吃亏呢 所以我也担心这样的问题 就是像您刚刚讲的 您没有说特别担心 他取代心理咨询师 我们人之间的这种 面对面的共情 信任理解很重要 但是我以前其实是不担心的 但是最近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担心 会不会连这一部分 也是我们人的迷之自信 对 这就是哲学家的智慧 就时刻反省我们人类的一些 自以为是的过渡自信 很难说是人的一个妄想 就是说我们心理学家 做了很多的研究 其中一个研究 就是从进化的角度看一看 就是人能够成其为人的竞争优势 到底怎么来的 至少有三个能力 极其现在很难说有 第一个就是美感 对美的一种看的触动 我们看到花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这种感思花见泪 恨别了惊心 这种人的这种美感 机器应该没有 因为它很难有这种情绪的反应 第二个就是这种 预见的创章想象力 就我能够想到说到 我以前没看到过 没想到过 没说过的事情 这些我觉得机器一时半会儿 它凡是按照现有的 这个机器学习模型算法来 它都做不到的 第三个就是同理心 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 这是人的进化选择出来的特点 但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个技术革命 往往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也许有一次革命性的一个想法 突然出现 这个呢 也许在我们的有生之内看不到 但也许就是明年出现 我们也不知道 我觉得能看到 那你对这个科学的信心比我要强 我觉得科学它就这样 有的时候啊 它的革命突如其来 横空出世 有的时候呢 你奋斗了几十年几百年 找不到 还找不着 对吧 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科学 往往也是不可琢磨 我们下一次采访的时候 可以给多少的应证应别 请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